女后人的神奇保养秘方大公开 因为我以前曾经就是 你知道刚结婚那几年比较辛苦 所以看到什么东西只要是便宜 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好用 那也不管它里面的成分 它的品牌从哪里来 那后来就常常就是 贪便宜就是洗到那种洗面乳 整个脸过敏 就过敏之后花更多钱去医 那我就发现 我们选东西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真的你要看它的品牌 还有试用过的人 还有它里面的一些成分 是不是真的 因为现在天然的东西真的太少了 那美女姐我介绍这一块就是 我最近就是非常非常爱它的 因为这一块那个石海矿泥罩呢 它非常厉害 它在国外其实已经很多知名的 那个明星都用它 那么讲什么石海啦 咸水啦什么 对 对什么火山泥啊这片性 而且它这一块 真的它这一块是有97%的石海矿泥 真的黑黑的呢 对 啊怎么用 而且它是有一个故事的哦 我们不要听故事 哈哈哈哈 你告诉我们怎么用 就是 第一个我们就是把它 这是一盆干净的水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罩 然后这样子 然后这样子 对这样子 哪有这样洗脸的 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样子 我们让它慢慢的溶解 你们看到它的水 是融入这里面用那些水来洗啊 我转个十圈 你们看到这个水已经变得有颜色了 你融解了 有要要有 那这时候呢我们转 而且有那个黑黑的泥耶 对对对 然后这时候呢我就把这个石海矿泥罩拿出来 我现在要请一个人来帮我那个 好 那我们请姐姐这边来尝试一下好不好 对 來來,Petty是剛剛去卸妝喔 你現在整個是大樹的 Petty的肥皂有用超過100塊的嗎? 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是用它 譬如說現在很多那種青春期的年輕人 可能額頭T字部會長痘痘 或是有一些那種混合性肌膚T字部會比較油的 我就讓它輕輕的塗在這邊 哇,就像直接拿那個泥再塗自己臉這樣 因為我剛剛已經在這邊打濕過了 所以我直接這樣子塗 這塊很快就用完了喔 不會,其實你感覺到它很容易就融,其實不會 然後這時候放回去之後,我的手上是不是有濕海礦泥灶 然後我輕輕地在它額頭這樣用打圈圈的方式 哇,這種天然的感覺 它很厲害就厲害在它 你知道很多洗面乳洗完之後 你的皮膚污垢沒有帶走 但是讓你整個皮膚是很乾澀的 但它可以輕易的帶走你毛細孔的所有的污垢 然後讓你的皮膚洗完是亮的 然後這個時候它T字部位之後 我就在它兩夾 兩夾因為有些人比較乾 所以我兩夾就不會花這麼多的時間去 然後這時候呢,我們接下來就要用這一盆水 這盆水剛剛已經有融入一些我們的肥皂對不對 我現在用潑的方式 它很不一樣,來臉往前 然後你用手這樣輕輕地往臉潑 為了皮膚薄 只有藍女人 沒有抽女人 沒有抽女人 對,用拍打,用拍的,用拍水的方式 把這水拍到自己的 它就是拍上去讓它可以毛細孔在一喝 一喝一開一喝一開的當中 清除掉它的這個臉 喔,那樣拍的 大概潑20下左右 對 你沒發現我沒有過度的清潔它嗎 其實你沒有用到什麼力氣 對,我並沒有過度的清潔 但它卻可以帶著我臉上的髒汙 然後這時候在旁邊的乾淨的清水 來 換製品 喔 所以我在家洗臉 它另外準備一個小盆就對了 就是如果臉盆 或是你在洗澡的時候 順便那個蓮蓬頭 直接用蓮蓬頭的水這樣 你就把那個水弄掉之後 再把烙掉再弄死 對對對 然後這時候你把它 其實滿輕鬆的耶 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並沒有特別的去搓揉它 然後你看 它現在的皮膚整個洗完之後 它是很亮的 有沒有看到 對 而且重點是 有些人一擦乾之後 馬汗就乾了 你五分鐘、十分鐘 就算沒有馬上塗上保養品 它都還是保濕的 這個時候呢 我就要介紹這一罐 這是保濕精脆露 黏著用 它很厲害的是 它非常的濃稠 為什麼濃稠呢 它就是因為它夠濃稠 所以當我們擦在臉上的時候 它保濕效果的延展性會非常的夠 會停留就對了 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很黏 有 有沒有看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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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有 可是 因為這樣子濃稠 所以它的延展性夠 我們才能夠加強臉部的保濕 這時候來擦在它的臉上 唉呦 看起來超滋潤的感覺 真的有耶 所以現在就是整個均勻抹在全臉 哇 在臉上 然後稍微按摩一下 然後讓它的保濕效果 更達到那個完美的要求 臉變亮了 對啊 臉真的很亮 臉會乾乾嗎 不會 還滿保濕的 對不對 等於馬上你看 你看他的皮膚 而且我只單純的用一個洗面罩洗完 然後擦一個這個保濕精髓露 你有沒有發現他整個皮膚看起來是非常亮的 而且他裡面含有那個維他命 對 還有很多保濕的應用 好厲害喔 掌聲謝謝貓爾多老師 謝謝 謝謝 聽懂沒 貓爾老師 貓爾老師 真的專業的介紹 對 我覺得女人真的要愛自己 然後要保養才會變漂亮 所以這真的是來自於死海喔 對 他真的來自死海 這個不可能多的量啊 什麼 量不可能很多 他有97%的死海碰 對 厲害厲害 所以網路上為什麼稱他為神照 神奇的神 就是因為他很厲害 了解 真的假的 聽說熱賣 一年好像可以賣到 喔 他一年可以賣到4萬多塊 所以你看 就奢侈主才照有這種奢侈品 對 OK好 那怎樣 喜歡嗎 還不錯 喔 送給你啦 真的嗎 我來讓你體驗一下 我試試翻喔 欸不早講我們也可以卸妝啊 這樣可以哪一塊啊 你們奢侈飯可不可以大型一點 對啊 太小便宜什麼算出來 看這一塊都 我要先試用 而且這好像蠻多 像好萊塢劇情都會用 像那個馬丹娜 秋莉啊 他們都是用這一塊 是喔 抱歉 太珍貴了 而且你知道他是真的是有由來 他就是80年前這個創辦人 然後因為一個王妃的皮膚很糟 然後就是因為皮膚很糟 常常讓自己心情不好 所以這創辦人就因為王妃的皮膚 而發明了這一塊香皂 然後因為王妃洗了這一塊皂之後 整個皮膚變好了 然後就跟王子就很恩愛很幸福 對 這塊皂應該要大概一百多萬吧 是嗎 就是因為他不用那麼多的錢 你是說 這塊肥皂曾經挽救一個婚姻嗎 送你送你送你 不要我不要我 看來王妃的皮膚變好了 原來皮膚不好也能當王妃喔 哇 厲害厲害喔 而且他不只是臉喔 譬如說有些人可能痘痘會 痘痘會長在背 對 身體的皮膚都可以用 真的 我跟妳講奢侈組的人 就不要跟他們常接觸 他們就會知道這種 哩哩哩哩哩的皮膚 真的 男生女生小孩都可以用 謝謝 謝謝 男生女生 好好好 我覺得不管你是解減奢侈 其實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精打細算 可能的方式 但是我一個走過婚姻 我現在恢復單身 可是以我過去的經驗 我真的要跟所有的在婚姻裡面的人來講 婚姻真的會使人產生惰性 沒錯 而且是很嚴重的惰性 所以不要讓自己成為那樣的人 OK 因為懶惰地打理自己 你也會懶得去打理彼此的關係 因為這個懶是連鎖反應的 對 所以你開始打理自己 你就會願意去照顧對方 這個是另外一種連鎖的反應 所以不要讓婚姻的惰性 毀掉你的婚姻 我覺得太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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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